1月15日讯,近日有小学生向市长信箱写信,投诉林志玲性感广告让她无心学习,引发热议。 随后,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到林志玲,在听完整个事件介绍后,她非常惊讶,表示很抱歉,希望该小学生不要再看这个广告。 另外,以后接广告时也会更加注意。 截至目前,泰州市对此事的态度仍以市长信箱回复为准。 据悉,日前,泰州市长信箱收到一封小学生致市长的一封信,写信的小学生在信中提到,林志玲的广告会让我经常忍不住想这个画面,影响学习,声称请市长帮我,不要再伤害我的神经健康。 随后,市长信箱也给予了回复。